中國通訊院龍頭華為財務長 孟晚舟與美國司法部達成 緩起訴的協議 二十四號獲加拿大法院宣示 宣布當庭獲釋 隨即搭機返回中國 而就在孟晚舟獲釋了兩個小時之後 兩名遭北京政府以間諜 間諜罪 銳銘入譯的加拿大人 也隨即被釋放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遭美國司法部指控 對英國匯豐在內多家銀行 隱瞞伊朗業務 犯下詐欺重罪的華為公司財務長孟晚舟 二十四號以自由之聲 布出溫哥華法庭 孟晚舟與美國司法部達成了還起訴協議 內容是允許她不認罪 同時對案件所陳述的事實表達 無意義 全案將暫緩起訴 到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一號 這期間如果孟晚舟履行協議內容 美國檢方就將撤銷對她的控訴 但如果違反協議的話 仍有可能遭美方起訴或定罪 雙方協議達成之後 加拿大法院在二十四號宣布終止 孟晚舟的引渡聆訊 將她當庭獲釋 孟晚舟隨即前往 威哥華國際機場 搭上中國國際航空的客戚返回深圳 而就在孟晚舟獲釋兩個小時之後 二零八年遭北京當局以間諜罪名 拘捕入獄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員康明凱 河商人史佩弗也隨即被北京釋放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 親自證實了這項消息 表示兩人在駐中國大使巴頓陪同下 將在二十五號返抵國門 過去幾個月來華為高層密集的前往華府 與美方交涉 孟晚舟是華為創辦人任正非的女兒 整起事件不僅是美中高科技戰的重要轉折點 在中國社會引起廣大的反美情緒 甚至讓加拿大與中國的外交關係惡化 孟晚舟被軟禁在加拿大後 康明凱與史佩弗就被北京當局羈押 被認為是成了談判的籌碼 公視新聞網紅編音